大家好,我是二叔托马斯 今天我们继续重温北斗神拳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您长按大拇指三秒 我会收到你们不一样的支持 谢谢 上一期我们讲到 北斗流泉继承人时性找到第二罗匠豹 要通过点血恢复豹的记忆 豹说 既然老师已经穿上了 只有以命湘博士才会穿的北斗死装五衣 那么自己也不能手下留情了 说着他率先发动了攻击 而时性面对豹的攻击 只是闪躲和防御 并不发动攻击 豹问时性为何不动手 他到底打算做什么 时性说 自己要打碎的是豹所戴的假面具 说着 从时性口中念出咒语 而这咒语让豹失去了攻击的能力 豹问 难道时性已经在自己身上试过法术了吗 时性回答正是这样 豹的体内有自己身下的咒纹 就是为了有一天将他的记忆唤醒 豹问 自己的记忆里有什么呢 时性说 那记忆有着在拉奥伊斯的现在 实在能够达到卡欧的唯一方法 那是为了唤醒真正的北斗 解开封印的钥匙 豹惊恐地说 难道时性要把北斗流泉完全抹去吗 此时在阿灵和虎这边 一位身着铠甲 浑身散发着魔斗器的人 出现在他们面前 而他就是第一罗匠卡欧 从虎的口中得知 阿灵就是天地的女儿后 卡欧将阿灵掳走并坐马里去 当阿灵醒来后 他已身处卡欧的城堡内 卡欧说 自己体内现在有着身体忍受不了的魔斗器依附着 这都是因为剑死狼的出现 在这个国家四千年的历史中 比拉奥传说更早之前 就曾有过救世主传说 据说以前这个国家 每当快要灭亡之时 就会出现非常厉害的救世主 他的力量能够在一瞬间将恶鬼全部烧尽 他的出现可以说是神的奇迹 所以人们都尊崇他为神 而这个人就是北斗神权继承人 但是和北斗神权拥有相同力量的北斗流权 却从历史中被抹灭了 在两千年的历史中 北斗流权被欺压成魔性的权 但这屈辱的历史将在自己这一代改变 北斗神权的救世主传说即将落幕 唯有自己这北斗流权的卡欧 才会成为新世纪的创造主 巨星来到剑死狼这边 虎来到他面前 他告诉剑死狼 现在阿灵已经被卡欧抓走 这让剑死狼改变了主意 他决定先去找卡欧救赎阿灵 巨星来到石性与豹这边 石性说还差一点 豹的记忆就可以恢复了 而豹这时奋力挣脱开说 就算石性是自己的老师 自己也不能原谅 北斗流权正是石性教给自己的 难道石性相信北斗神权的传说 相信北斗神权比自己的北斗流权还强吗 石性回答没错 但自己指的不是拳法的优劣 而是因为权的业之深 所以北斗流权不应该存在 在石性还年轻时 那时他正背负着北斗流权的业 已经站在了魔戒的入口 进入了走火入魔的状态 他找到龙泉要挑战北斗神权 而龙泉看到石性的样子后 意识到石性身上散发的 正是达到北斗流权极限后产生的魔斗器 而且石性的面容也开始魔化 龙泉意识到 要达到石性 必须在他还没完全掌握魔戒力量的现在了 于是龙泉使出一招北斗掀起雷弹 一瞬间似乎出现许多龙泉分身 同时击中石性将他打飞 接着龙泉又打出一掌击中石性 终于让石性恢复了星星 石性问龙泉自己刚才是怎么了 龙泉说因为北斗流权的魔力 石性失去了自我 石性问自己都干了什么 龙泉说太迟了 说着他将一串香链交给石性 而石性认出这是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 也就是说在他身产魔斗器时 在走火入魔的状态下已经将妻儿杀死 从那时开始 石性终于明白 只有魔神可以活在北斗流权的魔戒 而现在罗将卡奥就是这个魔神 卡奥的盔甲并不是防御 而是为了封住他那不断冒出的魔斗器 当他那副盔甲崩裂之时 事情将变得无法挽回 报问石性 他说自己的记忆有着解开北斗封印的关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石性告诉报 他和剑子狼是血脉相连的亲兄弟 他们俩人是拥有 继承了北斗宗家之血的男人 北斗宗家的权正是神权于流权的源头 而且只有拥有北斗宗家血统的人 才能列成封印流权的秘权 那人就是剑子狼 在拉奥伊斯的现在 能达到卡奥的只有北斗宗家所流传的权 而能唤解这个秘权的就是报 因为只有报传承了这个秘密 报依然不解地问石性 既然石性能够自由地操控他人记忆 他应该早就从自己这里将这传承的秘密引出了 石性回答 无论什么法术 在报那对包弟的爱面前都是毫无作用的 不过报依然不相信石性所说的这些 就在这时 石性的体力已经无法直升下去 报也趁机挣脱了出来 他正要出手迹向石性时 从他的额头突然喷出许多血 这时 报的脑海中 看到了当时离开的拖棋和拉奥 以及拉奥怀中抱着的孩子 而当他接过那个孩子时 这个孩子又很快消失不见了 这让报痛苦不堪 石性意识到 自己的法术还是没有完全解开报的封印 此时 在剑死狼这边 他已经来到卡欧的城堡 很快就见到了卡欧 卡欧说 剑死狼似乎还没解开封印 不过他已经没有必要知道了 只要受死就够了 说着 卡欧的双手对剑死狼发出魔斗气 剑死狼发现 自己好像进入了一个扭曲空间 无法掌控自己的位置 这时 卡欧使出一招暗流飞破 一下击中剑死狼 让他摔倒在地上 接着 卡欧一脚踩在剑死狼身上说 剑死狼这么弱 拉奥竟然会输给他 自己就来把剑死狼粉碎 就在他要对剑死狼打出致命一击时 剑死狼忽然瞬间消失 而这就是北斗神拳的无想转生 卡欧成战不愧是剑死狼 已经知道如果不使出究极奥义 就无法达到自己 剑死狼说 谁也不能找到自己的真身 由武转变再时重生 这就是北斗神拳的无想转生 而卡欧说 那么就让自己破坏剑死狼的武 说着 卡欧念动皱纹 又使出刚才那一招 让剑死狼忽松进入扭曲空间一般 卡欧说 如果剑死狼将自己藏于武中 让人无法看透他的本体 自己就用气来掌握他的位置 剑死狼是无法压抑自己的斗气的 说着 卡欧打出一拳 击中了剑死狼的本体 接着 他来到剑死狼身边说 想不到北斗神拳的继承人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他将剑死狼抓起说 真是愚蠢 这个国家的人们都相信拉欧传说 一直在等待北斗神拳的救世主前来 但是只要有自己在 救世主就不会出现 说着 他将剑死狼制到墙上 看着挣扎着站起的剑死狼 卡欧说 剑死狼想打败自己 只有在他解开北斗的封印之时才能做到 但自己是不会让他解开的 军心回到石星和豹这边 石星对豹说 自己是为了不让他想起 被封在他那失去的记忆中的 北斗宗家的秘权 豹在那时 也像现在这个样子一样痛苦过 那时豹还在少年的时候 石星想让豹说出北斗宗家秘权的所在 但豹始终不肯说出 石星说 为了这个国家的未来 无论如何都需要北斗宗家的秘权才行 说着石星念头皱纹 对豹的头部进行了施法 虽然这法术让豹痛苦不堪 但他依然不肯说出这个秘密 甚至用双手戳向自己的进步 石星问豹 难道他宁愿死去 也不肯说出这个秘密吗 豹说 那个秘权是为剑磋狼而存在的权法 自己要在剑磋狼回来之前守住这个秘密 这是自己能为分开的弟弟 做的唯一的一件事 石星没有想到 豹竟然对弟弟有了如此深厚的用心 就不再强迫他说出这个秘密 石星说 豹是个太过温柔的人 但这温柔有时会招致灾难 正因为如此 自己在封住了他的记忆 但是现在正是他前往剑磋狼身边的时候 现在只剩下点他的穴道惊心 豹的记忆就能够全部恢复 然而就在石星要出手时 豹却打出一掌 击入石星胸前 石星说这样也好 现在正是自己舍弃这老朽之身 补偿自己的过错之时 说着 他将左手握住豹的手臂 用右手点中了豹的穴道惊心 而豹脸上的暴力之息也随之消失了 他的记忆似乎马上就要恢复了 很快他就要想起记忆中的弟弟的样子了 然而这时 豹却痛苦地抱住头 石星流着泪说 自己是为了拯救这个国家 才夺走了他亲爱的人 将他引向了地狱的深渊 牺牲自己这条老命 是自己唯一能做的赎罪 而这时石星发现 豹的后背上发出了光芒 出现了一个发光的围斗七星形状 而豹的身体竟然散发出魔斗气 他的脸也再次变得猙獰 石星意识到 卡奥已经在豹的复原屑上做了手脚 而自己刚才所做的 其实是解开了 卡奥在豹身上设下的封印 让豹成为了魔人 豹毫不留情地对石星出手 打出致命一击 这时 雷亚和塔奥来到这里 石星临终前遗憾地说 一切都完了 失去了北斗的命权 剑磁狼是无法战胜卡奥的 剑磁狼会被打败 时代也将脱离正轨 自己犯下的错 终究也无法用这条命来赎罪 就这样 石星带着遗憾失去了 此时 在卡奥和剑磁狼这边 卡奥说不久之后 豹也将会成为真正的魔人 而这时 剑磁狼再次摆出战斗的姿态 卡奥说 就算无想转身被自己打败 剑磁狼也依然不肯放弃吗 剑磁狼说 北斗神拳是没有绝望二字的 说着 他再次向卡奥打出一拳 那么这次 剑磁狼是否能转败为胜呢 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先讲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剑磁狼